天下只有养生之道,没有长生之药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孟老师 经常看到身边30多岁的朋友这样描述自己 全身无力,总感觉困 大便也不成形,月经量少,特别怕冷 喝了水一会儿就上厕所,而且会很频繁 腹部的脂肪也很多 其实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一个人如果好像喝了水都长胖 总是顶着一个大肚子 这并不是很难 是因为真的肥胖,而是虚胖 一,多喝玉米须泡水,调理脾胃 玉米须当中也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常用玉米须泡水,也能够给身体补充膳食纤维 促进脾胃蠕动,改善便秘等问题 更有利于清除人体当中的废物垃圾 提高身体的代谢率 二,饮食上要注意,以清淡为主 饮食上调理脾胃也是重中之重 脾胃者饮食需清淡 要以富有蛋白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以及易消化的食物为主 菜汤、米汤、羹类都是很好的饮食形式 豆类食品对品须者有益 建议多食用 这是胃火过旺的表现 那么胃火过旺该怎么办呢 那下面就有两个去火穴 推荐给大家 赵海穴缓解咽喉干燥 那赵海穴位于足内侧 内怀尖下方凹陷处 赵亦为照射 海象征大水 那赵海顾名思义 指肾经的精水在此大量蒸发 具有吸热的作用 按压此穴能够缓解咽喉干燥 木赤、失眠等 由于阴虚火旺引起的症状 那按压时感到酸麻胀就可以了 按压时间不宜太长 5-10分钟即可 内停穴去胃火 内停穴是在第二指与第三指分叉处 对手脚发冷、体虚多汗、脸部神经 比如那牙疼有显著的缓解效果 内停穴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去胃火 可以说是胃火的克星 按摩内停穴去热去胃火效果非常好 平时也可多用指端按压此穴 那按压时以一侧拇指的指端按压住此穴 那稍微用力按压 以酸胀感为宜 每侧一分钟共两分钟 那每天坚持按摩 凡是胃火引起的牙痛、咽喉痛、鼻出血、口臭、胃酸、便秘都可以按摩内停穴 很多人都会担心心血管问题 那如果我们总是发现焦虑、心情郁闷、烦躁、无缘互发火等情绪 或者是晚上睡觉总是睡不着 那无形中给心血管造成很大的压力 这时不妨按一按身体上的这些开心学 那按柔心包学、屡屡蛋中学给血管减减压 按柔心包经可以缓解心泪 那心包经是沿着人体手臂前缘的正中线走的一条经脉 起于胸中初属心包落 下格一直走到中指 左右手臂各有一条 可以沿着心包经的穴位逐个揉按 每个穴位以痛为标准 凡是按到痛的点就要多按几下 最好按到让它感觉不痛了 按压的力度不需要太重 按压时多停留几秒钟 平均每个血位按摩2-3分钟 弹中学位于人体的两乳头连线中点处 是人体保健的药学 有凝心神、开胸除闷等作用 按摩时用大拇指指腹稍用力揉压血位 每次柔压约5秒休息3秒 生气时可以往下捋100下左右 可以达到顺气的作用 身体是由若干个经络组成的 身体有很多个血位 如果我们经常按摩一些血位 还能够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 30岁一过肌肤弹性就会越来越差 那这个时候护肤的重点就是如何抗衰老 那么女人30岁以后如何抗衰老呢 想要延缓衰老就不得不花更多的心思在抗衰老上面 下面推荐按摩三大抗老学 按摩这些血位可以帮助改善斑点 皱纹以及皮肤的松弛 一 营香学 在鼻翼两侧凹陷处 按摩时用食指的指腹做圈状按压 连续按压大约一分钟 按摩这个血位可以增强面部的血液循环 润泽肌肤 二 养老学 在手腕外侧凸起处的内侧 那按摩时用食指的指腹做推柔的动作 并且配合舒缓的呼吸 连续按摩约一分钟 按摩这个血位可以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 有效改善面部色斑皱纹和肤色 此外它还是对付青春痘的特效学 三 传足学 在两侧眉头的内侧 按摩时用食指的指腹点压在血位上 并配合呼吸 连续点压30秒 按摩这个血位可以促进眼部微循环 增加眼部肌肤的含氧量和吸收力 防止吸纹的产生 那是因为你的代脉呢 约束功能下降了 约束功能下降就横着长了 所以就胖了 尤其是游泳圈四的大肚子型肥胖 那代脉血的位置是在我们这个腹部之侧 张门下一点八寸 当食衣类游离端下方垂直线与肚脐水平线的交点上 带脉在人体的腰部是围一圈的 是一条横向的经脉 用手清垂带脉的方法可以让经络气血运行加快 敲打带脉时手握空拳 早晚各敲打100次 也就4-5分钟的时间 那肠敲打带脉能减少坠肉的产生 有利于脂肪的代谢 消除腰部的坠肉 效果明显 轻松告别游泳圈 按摩敲打带脉血也有滋阴养肾之效 也可以增强肠道蠕动 缓解便秘 带脉刮沙 临睡前一手持刮沙板 两边坐 从后两侧腰部中间开始 按带脉区域用刮沙板依次上下移动 顺序前行直到腹部 然后换做另一侧 那女子长期便秘 妇科有问题的与带脉相关 如果解决了便秘问题 保持了肠道的通畅 妇科的卵巢囊肿 子宫肌瘤等都会少发病 而带脉如果不同 欲结气质 淤血堵塞 天气炎热 出汗停不下来 脸上滴汗 精致的装容被毁 腋下冒汗 意味让人尴尬 其实我们身上自带的 三个止汗穴 任凭天气再热 你依旧清爽 一 合骨穴 位于我们大拇指和食指根部 中间凹陷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虎口 按揉合骨穴 对止止止汗 效果明显 按揉合骨可以达到 使汗腺收缩的效果 操作时用一手的大拇指 来用力按揉对侧手的 合骨穴即可 力度以产生酸胀感为宜 二 腹穴 位于小腿内怀和跟腱之间 向上两横指处 按摩这个穴位时 以用大拇指轻轻的揉按 以略有酸胀感为宜 那 合骨和腹穴 是持汗的最佳搭档 合骨穴要重点揉 腹穴要轻揉 出汗过多时 可先按揉合骨两分钟 以感觉明显酸痛为度 再轻揉腹穴两分钟 那按揉腹穴的止汗功效呢 在于刺激 它能使水分代谢正常 三 足三里 位于我们外膝眼 向下四横指宽的位置 在肥骨与颈骨之间 按揉时呢 用拇指指腹着力于足三里穴之上 先垂直向下按压 边按边揉 以产生酸胀感为度 每次呢 按揉持续数秒后 渐渐的放松 每天呢 可按摩两到三次 每次五分钟 按足三里 对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 有双向良性调节作用 能提高呢 机体防病的能力 按揉足三里 对常年身体虚弱 汗出过多的患者呢 更为适宜 期待 adopting 我 喝 进去 喝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